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谁 骑士盔甲已经自主地选定你了 我成为骑士了 我成为骑士了 没想到胆小的菲尔特会成为骑士呢 虽然有点不甘心 但菲尔特太棒了 是哪里搞错了吧 骑士 能不能想想办法 想办法 领主的样子 头盔都飞到你头上了 你还好意思笑 我既然授予你部落骑士的头衔 你就得给我想想办法 难道这里的骑士要整容吗 比我父王还不讲道理 慢着 没准和我们还真有点关系 不好 我想起来了 难怪看着眼熟 我也想起来了 你们在干什么 是谁在这里乱画了 根据笔记来看 还没干吗 应该是干化了不久的 太过分了 不好好搞卫生 还在书籍上乱涂乱画 那谁 去把他们给我找回来 是麦斯威尔 可是陛下 他们没可能逃出去的呀 那他们究竟躺在哪里呀 国王 你说他们会不会进入了书中的世界呢 这个小鬼这么大一个 怎么可能进去呀 这 这只是我的推测而已 发生什么事了 还没到天黑的时候啊 自从变成了骑士之后 我就一直天黑 丁梦 丁梦 哦 验叔的脸呢 陛下英明果然是进不去的 少废话 快点把他们给我找回来 是 国王陛下 胡说八道 有可能在书里面吧 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 最近已经出现过几次了 亲 我记得刚才那个鼻子了 的确有点像它 我们难道是 掉进了恩佐的日记本里 日记本里 难怪这世界有点古怪 太好了 冰箭停了 我有办法 是时候让这件怪事结束了 正义员 我们走 可以送我们回去吗 喂 库伦 你再不把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看来不让你吃点苦头 你是不会招的 我又不是整形医生 对不 库伦 我们相信你 是你吗 快叫我出去 那你可要先回答本公主的问题 你把我们带到的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世界呀 这当然是这么个问题 就是什么 여기서是 恩佐日记里的世界 那刚才天空中出现了大笔一顺 原来真是麦斯维尔的呀 那我们怎么才能回去呢 恩佐大人只教了我进来的方法 没有叫出去的方法 慢着 我记得日记最后一天是8月31日 如果我们回到了那天 我们应该就能出去了 今天几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